设备的安装与拆卸 选择一个固定水平的平台 将仪器放在平台上 打开塑料外盖 拆去固定机头的螺丝 将固定机头下压的泡沫取出 装水箱中的前后水泵连接到仪器背面的水泵电源插口上 将仪器的排水管放入过滤栏里 电源接好开机 设备的使用说明 检查仪器的水平 将一标准模板安装在模板夹上 把机头压力感放在中档上 手左右推动机头 观察机头是否处于水平 如向左移动 则左水平调节角调高顺时针方向旋转 反之则右水平调节角的配置 披系砂轮用于披系竖纸片粗膜 细膜轮用于斜切方式和平边方式 玻璃粗膜砂轮 平边抛光轮用于披系竖枝的平边抛光设备的操作步骤 开机 按TEST键检查浸出水的情况 将用一个模板放置于模板座上 用模板夹夹紧 用吸盘吸紧镜片放入夹片轴槽中 夹紧镜片 选择镜片材料 细膜 斜切方式和平边方式 将指示灯转换到对应位置 按START键 开始工作 设备在工作时将防水盖关上 当噪音过大时 应关上隔音的外盖 在沙轮上进行磨销 会有磨损情况 使用键面的左右键移动镜片 可以有效延长沙轮的使用寿命 在加工完后尺寸大了 可以选择重修 大多少减多少 按V键 在沙轮上重修 按松开键 夹头松开 镜片可以取出 磨片的步骤要求 粗膜 肩边细膜 按START键开始 树枝平边抛光 粗膜 平边细膜 平边抛光 按START键开始 玻璃肩 玻璃平边 粗膜 肩边细膜 按START键开始 玻璃平边 粗膜 平边细膜 按START键开始 常见故障排除 膜片时出现斜逼器是否处于水平状态 开机副位 撕杆一直往上顶 机头上线位 J4光电开关是否有灰尘 清除灰尘即可 粗膜不停 重新调节游标头下 微动开关 使之在镜片成型之后处于导通状态 经常磨片时出现尖边磨不出 机器是否处于水平状态